今天在中国 有许许多多的人 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抗争着 那么在海外呢 我们的所有的行动 其实都是为了促成 中国国内的一个变化 而 最重要的一个队伍 就是我们的 这几年 在海外 我们支持中国大陆民主化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支队伍 就是全民共振的团队 请全民共振的团队到前面来 包括李一平先生 吴建民先生 吴婷 西哈诺 还有其他的团队的成员 there are many many Chinese citizens they are taking actions in China and what we are doing here is to support them and the most the most important team is the 全民共振 citizens take action 各位好 今天是 2017年 6月3号 我们在加州自由雕塑公园 纪念的这个盛大火动 那么 我们到场的那么多来宾和我们一起 来悼念三十年前 倒在天安门广场的亡魂 三十年过去了 中国的民主仍然没有实现 那么这么多年来 我们一轮又一轮的 为什么我们的民主仍然没有实现 有很多 有很多理论家 也都总结了 一个伟大的运动 他当时没有成功 那么 很多的 这个理论家们都认为 六四当时没有成功 是因为中国 民主 当时 被六四学生 在这个 民主运动中 由于六四学生的 急躁的心理 导致了六四 他 最终优责 而且民主的 没有得以实现 这个观点呢 我们网上呢 有很多理论家 包括中国一些知名的公知教授 包括说 大家可以看到过 有一个周孝正教授 他有过一个理论 就说中国的民主呢 本来呢 在邓小平和赵紫阳那个 那一代 基本是先了 邓小平是要搞民主的 他在十三大 已经搞了差二选举 差二选举掉5% 那么下一届 五年过去很快 五年呢 就可以 差二选举到10% 然后20% 50% 也就是说 党内民主 党内高层民主 带动党内地层民主 地层民主 带动党外民主 但是周年之前 就实现了 但是大家认为 这种理论正确吗 30年前 这个党内民主 来带动党外民主 你觉得可能吗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权 它的民主 是靠一党专制实现的 任何一个党内民主 它都不可能 因为党内民主的 党内民主的目的 就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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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希望 通过共产党专制权利 来奴役人民 所以这种理论 对人民的伤害是很大的 这么多年来 有很多人坚持这个观点 还有一种观点 那么包括我们纽约的胡平老师 他坚持就说要见好就收 六四谁能回答我 哪天算好 什么叫见好就收 可以这样讲 当年六四很多同学 包括今天到场的周峰祖同学 方正同学 黎平同学 王朝华同学 这些人都是和我建民一样 战斗在六四当时 这个跟共产党 要结束他们的专制 讨要民主权利的战场上 但是最多邓小平是用戏关枪和坦克车 把我们无情压倒 今天在六四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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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四 我们纪念的 这个加州自由调速公园的广场 我们看到了 我们 定树立的坦克车 看到我们 定树立的 这个坦克车 和王维林 永党坦克的形象 和我们这两个巨大的六四不锈钢的雕像 就证明了我们 有 同样我们六四的精神 同时 我们要再现六四在中国 同时 我们要再现六四的光辉 在中国大地中间 只要中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 我们一定能够抵抗中共这个暴政 中共 让它在人民的努力活动 发抖和灭亡吧 下面 我给大家 介绍我们 全民共争的团队 我们全民共争 我们全民共争团队 就是决心 用全民共争 全民街头抗议 全民上街抗对抵抗 暴政的方式 来发起一个在中国发起的 全民共争的行动 那么现在我们 全民共争 那么现在 我们请全民共争的物品 和西亚诺 来对我们这个全民共争 发出我们的怒合的战印 下面宣读全民共争奋斗的十个目标 民主潮流 不可阻挡 共产赤货 必将终结 指此变局前夕 全民共争团队宣示奋斗目标 以其聚合同道 分进合机 颠覆专制 重建中华 第一 跟着有其天 重新公平分配 农村土地 土地所有权归农民个人所有 任何机构不得强制征收 第二 居民有其屋 房屋及房屋之下土地归业主所有 任何机构不得强制拆迁 政府新建廉价房屋 公民购买 租用或无偿居住 保障人人可以安居 第三 养老有保障 国家为所有城乡居民 提供相同养老保障 第四 医药全免费 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 看病取药一律免费 五 教育机会均等 所有青少年受教育机会均等 中小学教育一律免费 国家以多种方式资助年轻人 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六 市场规则公平 所有行业向民营资本开放 取消国有企业的经济特权 建立公平竞争制度 七 废除户籍 禁止歧视 公民可以自由在境内迁徙和居住 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工作权利 教育权利 迁徙权利 及获得社会救助的权利 八 整顿励志 根除腐败 财检笼杂的政府机构 取消一切科捐杂税 建立财产申报制度 严惩贪污腐败官员 第九 维护自由 保障人权 公民享有人身自由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劫色自由 以及免于匮乏 私有财产权利 和平抗议权利 人民自决权利 上述公民自由权利 神圣不可侵犯 第十 实现法治民主 建立中华联邦 全民公决 解体中共 主权在民 法律至上 人民选举官员 军队脱离政党 司法完全独立 地方充分自治 建立中华联邦 促进社会大同 全民共振平台 2019年5月30日 第一条 主持人 主持人 是不断的 死亡的共产党是不断的 在这种改变的变化 在中国的变化 所有人们都在一起 APAT 我们设计我们的政策 能够集合力的共产党 共产党的共产党的共产党 共产党的共产党 和共产党的共产党 1. Farmers own their farming land Reappropriate the farmland So that it's a private owned by farmers And it should not be confiscated by force By anyone or any government agencies 2. All shall have a roof over their heads All private purchased the houses And the land belong to their owners No individual or institute Can demolish it by force without consensus Government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build low income housing for all needed 3. Free healthcare for all There will be a nationwide free to low cost Medical care and pharmaceutical needs For all Chinese citizens 4. A safe ground senior care system The state should provide equal care And benefits for all senior citizens Regardless where they live And what type of work they performed 5. Equal public public education For all the state should provide equ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all school age children 15 years of free public education From elementary to high school For all Chinese citizens And lawful residents 7. Abolish monopolies And support fair competition for all enterprise All industries should be open for private sectors Revoke all prejudice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 To establish mechanism of fair competition 7. Abolish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prohibit discrimination All citizens are free to migrate And live within China People from rural areas All countryside Are entitled to all the rights to work Education migration And all social aids As enjoyed by urban people And a uproot corruption Punishes the corrupted severely By establishing the property declare Declaration system And amended all public offices And a whistleblow channel All public employee Convicted Convicted of corruption Should face severe consequences Governed by laws 9. Protect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All citizens are entitled to freedom Of physical safety Speech Believes Gathering As well as their rights To be sheltered from fear and hunger Their rights to personal property Peaceful protest And a public referenda All rights above are secret And must not be valid at any time In any way 10. Establish democracy from the bottom up To form a society with rule of law All rights belong to people And nobody is above the laws Popular elections to elect high offices In executive justice And all judicial members Military detaches itself From any political party or alliance Judicious system is independent From any political party or inferences All localities achieve self-governance And a true automati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ll be forever banned from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referenda We are our own masters We free people of China Establish a united free will people's day 以上就是全民共振 向国内民众传达的十个奋斗目标 希望国内的民众 勇敢起来 站出来 推翻共产暴政 奪回我们的幸福权利 全民共振团队 是一个与国内民众密切联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国内每年会发生大大小小 数十万起维权抗争活动 参与的人数超过千万人次 但是因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这种分散 没有能够有效的形成对共产暴政的致命打击 全民共振团队所工作的方向就是指导协助 组织国内民众上街 聚合力量 聚零为整 推翻共产暴政 实现宪政民主 十人百人上街 我们就会被打压 会被驱赶 千人万人上街 政府就必须要重视我们提出的要求和问题 如果是百万人 千万人 一起上街 我们就能够推翻这个罪恶的政府 今天在六四运动 三十周年 今天在六四运动三十周年的日子 全民共振团队 要以我们行为艺术的方式 向鹰猎们献上我们的敬意 把六四屠夫带上来 把六四屠夫带上来 全民共振团队顶着重重的威胁和压力 铸造了 放这边 全民共振团队顶着重重的威胁和压力 铸造了 李鹏 邓小平 这两个屠夫的贵像 借此行事 第一 告慰英零 第二 宣誓全民共振团队 与共产暴政决战到底的不二决心 让共产党 收起勾兑这条心 全民共振团队 不存在任何被收买的可能 第三 警告习近平 第三 警告习近平 极其党徒 但不久的将来 中国民众再次效法六四 走上街头的时候 想一想 邓贼和李贼的这种下场 如果你们胆敢再向民众 做出这种残暴的罪行 全民共振团队 一定会再助跪下 让你们随秦桧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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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万年的跪在那里 遭人唾弃 遭人鞭打 全民共振团队 全民共振团队 严出必行 全民共振团队 严出必行 勿为言之不欲 今天 共产暴政 内忧外困 在国际上 四处被围剿打压 在国内 经济低迷 民怨沸腾 现在 就是上天给予我们 推翻这个最恶的政党的最佳的历史机会 所以全民共振团队在这里 发出号召 乐切的盼望 海内外 一切有志之士 一切有志之士 联合起来 放下分歧 携手并进 一起推翻 中国共产党 一起建立 憲政 自由 公平 民主 法治 一个新的中华 下面 我要以一个特殊的方式 来表达 对共产暴政的 事实不休的决定 一会儿 在场的所有朋友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表达你 对共产暴政的 态度 这两个图片 是邓小平和李平 他们是天门的主义 的主义 是天门的主义 的主义 我们也没有能够 判断他们 我们隐藏他们通过公司的系统 但是这就是我们的民生行为 我们永远的风景 我们永远的写生 永远的写生 以后的暖空 我们这些人代表了 我们有个土属的源 第一 第一 我们想要保护 我们想要保护 同时的民主兵 第二,我們想要表明我們的決定 我們的團隊會不會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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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我們想要訪明 Xi Jinping和他的群組 如果你們再次受到同樣的罪,你們也會被罵了永遠 我這兩鞭子代表六四當年到天門廣場 所有的王林操作這兩個六四屠夫,鄧小平和李邦 我請全民共振的團隊就留在臺上 在天黑之前,讓我們大家照個合影 照完合影之後呢,是吉他彈唱 然後我們今天還是請到了江林 在我們的合影和吉他演奏之後 朋友,誰願意今天跟大家一起照合影 就趕緊到前面來 我覺得可能以這個坦克為背景還好一點 是吧,這樣的話也可以站到坦克上 這樣前面呢,可以有一排的人 是蹲或者是坐在地上 然後呢,蹲一排,然後站一排 各位在下面,你如果願意的話就請到前面來 Let me take a group photo before dark, please please, please yeah, whoever, if you want to, to be with us if you want to be in the photo, please come forward please, if you want to join us for the big photo, please please, if you want to be in the photo, if you want to join us for the big photo, please 你,你得在陽光裡一點 好,對不起 然後再帽子,馬上把帽子 謝謝 大家帽子眼睛的好 然後是一時趴,你第二天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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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进来 大家抓紧,谁要是想照集体照快一点,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你赶紧干嘛 快点啊 你来啊 快快快快 打倒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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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中共保证 打倒中国共产党 打倒李鹏 打倒李鹏 打倒共产党 打倒徐景天 大鬥零